新学年才开始 教育部寄出了四项干预措施 针对课纲和学生掌握能力对症下药 其中包括小学一年级将从今年七月进行课堂评估 以识别读写以及算术能力欠佳的学生 教育部指出 这批学生将分班并且接受三个月的特别培训 如果经过教师的评估 他们的读写以及算术能力还没有达标 有关的学生将会接受另外三个月的特训 新学年开学一个星期后 教育部长法迪娜今天召开特别记者会指出 部门认真看待外界反应的问题 分别是课纲水平过高 课纲不适合学生年龄 课堂评估报告难以理解 家长难以取得课堂评估报告 有鉴于此 教育部宣布四项干预措施 其中一项就是 校方将在今年七月到九月 针对小学一年级生进行课堂评估 将会分班 接受特定教师的三个月培训 教育总监阿兹曼随后补充 这批学生会全面参与 教育部这项干预计划 直到他们按照教师执行的程序 掌握好相关能力位置 至于另外三项干预措施分别是 家长可以通过综合评估管理系统 在线浏览课堂评估报告 所有科目的学年末测试报告 也将以百分比和等级来呈现 此外 教育部今年采用在2017年修订的 第三版科学和数学课纲 作为教师的选项之一 课纲内容经过调整 教育部将举办工作方和培训 让小学数理科老师参与 提高有关课纲的采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